嘿大家好,我是梅里素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温情向的科幻电影 《机器人与弗兰克》 好了,电影开始 男主,名叫弗兰克 是一个早已退休的珠宝大盗 年轻使得他偷到水平极其高超 他的事迹甚至都被放在警方的研究院 供年轻警察们阅读 可是人不服劳也不行啊 弗兰克进入老年以后 记忆力开始大幅减弱 甚至患上了轻微的老年痴呆 按说这时候他就应该老实待着 一样天娘了吧 但他不,他要不偷点什么 就手痒痒 于是镇上的小店遭了痒 弗兰克没事就去偷点蜡烛啊香皂啊什么的 这天晚上弗兰克手痒难耐 打算干票大的 他留门窍所打开了一家的房门 刚想找到值钱的东西 就看到了桌上的照片 诶,是我自己吗 原来弗兰克偷的是自己的家 弗兰克有着一双儿女 儿子在西部世界当接待员 女儿在中土世界当精灵 由于工作的关系 女儿不常在弗兰克身边 而儿子则是每周都会开车过来 看望弗兰克 不过弗兰克的老年痴呆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有时他会忘记常去的老店已经关门 有时他会以为前期还没有搬走 有时他会不记得儿子到底是谁 为了让弗兰克得到更好的照顾 儿子想把弗兰克送进来晚院 但弗兰克就是不肯 无可奈何之下 儿子给弗兰克买来了一个健康护理型机器人 弗兰克向来不喜欢这些机器玩具 更别说这机器人还成天管着他 不让他睡懒觉 不让他吃垃圾食品 还以健康的名义 非要带着他中西红柿 这可把弗兰克烦坏了 面对机器人一条一条的建议 弗兰克赌气说 他宁愿吃汉堡而死 也不要吃花椰菜狗活 没想到接下来机器人却说 那我怎么办 如果你死了 我就会背叛失败 从而返场被消除记忆 一听到这个 弗兰克有点心软了 于是不再赌气 带着机器人上了街 弗兰克来到图书馆 他对这里的图书馆理员阿珊很有好感 可以说这是极少数 他会温柔对待的人之一 阿珊喜欢这些古老的纸质书 所以才一直没离开图书馆 但是最近图书馆即将迎来改革 纸质书将会被现实增强技术所取代 只有几本高级珍藏品会被留下来 阿珊将其视为最后的珍宝 而弗兰克也爱乌吉乌 重视起了这些 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书 离开了图书馆 弗兰克又到了每天的小偷小摸环节 不过这次 小店的老板娘看得有点紧了 弗兰克没能得手 然而在回家的路上 弗兰克却发现 自己没能得手的东西 机器人居然拿了回来 仔细一问 原来机器人以为这是弗兰克忘拿的东西 所以帮忙拿了回来 他并不了解偷盗的概念 因为那对他而言只是一个词汇而已 这让弗兰克对这个机器人有了很大改观 一个计划在他脑中浮现了出来 转天 弗兰克开始教授机器人翘锁的技巧 给机器人讲他年轻时的偷盗经历 向机器人灌输他只偷高端的偷盗理念 俨然把机器人当成了一个徒弟 或者说一个朋友 他跟机器人一起踩点 一起策划 一起演练 终于在一个晚上 他们一起潜入了图书馆 偷走了一本最值钱的高级珍藏版 唐吉克德 当然弗兰克偷书不是为了卖 而是为了把书献给他最喜欢的阿珊 逗阿珊开心 而机器人之所以陪弗兰克做这件事 也是因为他监测到 在弗兰克从事盗窃活动之时 弗兰克的认知和定向能力都有所恢复 这对弗兰克的健康很有好处 在图书馆的筹募人晚宴上 弗兰克即将把书送给阿珊 但是眼看要给了 阿珊却表达了对偷书人的恐惧 这下的弗兰克赶紧把书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弄巧成拙 毁了和阿珊的关系 然而 图书馆的新顾问却已经看穿了一切 他发现了弗兰克犯罪的蛛丝马迹 于是警告弗兰克 以后不要再来图书馆了 你说不来就不来 那我都没面子 于是弗兰克真的就不来了 因为他已经有了下一个目标 那就是顾问妻子的高级珠宝 弗兰克很快开始行动 他和机器人监视起了顾问的房子 两人边看边聊天 聊着聊着 聊到了机器人程序的事 机器人说 他的一切行为 都是为他的主程序服务的 弗兰克反驳 说不对 你上次还说 你不想被删除记忆什么的呢 你肯定没那么简单 结果机器人坦白了 那次 他只是为了逼弗兰克健康饮食 他本身其实并不在乎 记忆是否被磨出 因为他知道 自己是机器人 没有生命 这个话题让弗兰克感到很不舒服 于是他停止了讨论 继续投入到了珠宝盗窃的策划之中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弗兰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出门就去监视监视顾问两口子 在家就锻炼锻炼身体 看看机器人种西红柿 直到有一天 女儿居然腾出时间来看他了 女儿一来就把机器人给关了 因为他倡导人类运动反对机器人一来 他认为弗兰克需要的是和家人的沟通 于是对着弗兰克 大谈他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见所闻 全然没有注意到 弗兰克在不断地回头看着机器人 没了机器人 弗兰克的生活又开始无聊了 想出去监视顾问 结果就自己一人 又不方便又没劲 想在家待会儿 结果女儿做的饭还又难看又不好吃 家里也是乱了巴基的 没人收拾 弗兰克终于受不了了 他在家里捣乱 弄得到处乱糟糟 他向女儿倾诉 说他需要机器人 那是他的朋友 最后可算是让女儿重新打开了机器人 有了机器人在身边 弗兰克做事又有了动力 他很快查清了顾问家的一切 并和机器人一起 成功潜入了顾问家 偷走了珠宝 看父亲成天跟机器人过得挺开心 女儿也终于放心了 准备离开 看女儿要走 弗兰克还将他偷到的其中一件珠宝 送给了女儿 也算是表达了对女儿的愧疚吧 可是女儿刚走 弗兰克就意识到自己被警察盯上了 于是赶紧动手销毁证据 这时机器人提出 自己的记忆也算证据 这会对弗兰克不利 所以请求弗兰克将他格式化 然而弗兰克没理这茬 只是说着回头再说 为了摆脱嫌疑 弗兰克想出了一个坑儿的损招 他谎称自己病危 把儿子叫了过来 然后跟儿子一通煽情 说我不是好爸爸 我对不起你 你能原谅我吗 之类的 最后进入正题 让儿子帮他把一个包带出去 儿子莫名其妙地带着包出去 结果被警察当场控制 仔细一搜 全是蜡烛香皂之类的 没珠宝 警察接着进入房间搜查 但是弗兰克早就把珠宝藏好了 所以他们还是什么也没找到 眼看就要无功而返 这是顾问突然灵光一现 告诉警察 他们可以提取机器人的记忆呀 说完就摆弄起机器人来 以前弗兰克教过机器人 如果有人调戏你 你就说自爆装置仪启动 然后开始倒计时 此时正是这种时候 于是机器人立即照做 吓得警察们全都跑出了房子 同时弗兰克开车袭来 带上机器人 开始了逃亡之旅 在车上 机器人再次请求弗兰克 删除他的记忆 并一再强调 我不是真人 我是机器人 可弗兰克还是不愿意 他要带着机器人躲起来 等待时机逃离这里 于是他们又一次来到了图书馆 想要在阿山这儿寻求庇护 这是弗兰克第一次进入阿山的办公室 然而他却在这里 见到了他极为熟悉的东西 他们一家的照片 在众多照片中 他看到了一张自己和阿山的合照 原来阿山 就是他已经离婚三十多年的前妻 顿时弗兰克的情感和记忆 都再次涌上心头 他和阿山深情接吻 但是几秒后 他就又忘记了一切 他带着机器人回到家里 警察的叫喊 让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处境 他躲到楼上 想要带着机器人用床单滑出去 这时机器人再次请求他清除记忆 只要清除了我的记忆 你就可以继续计划下一个目标了 听到这话 弗兰克愣了 反映了几秒后 才难以置信地问 你说什么 机器人仍旧平静 一字不差地将弗兰克 讲过的道谢理论复述了出来 仿佛在做标准的名词解释 弗兰克像不认识一样 听着机器人把话讲完 随后底下头 自嘲地笑了一下 我在干什么呀 弗兰克终于明白过来了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机器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生活 毫无脾气地接受着他的抱怨 极富耐心地听着他讲以前的故事 如果是一个人对他做这些 那这个人对他的感情一定很深 于是弗兰克便将机器人的这些行为 也等同于了感情 他将机器人视为朋友 付出了他对朋友应该付出的感情 但是机器人却没有明白这些 因为机器人没有感情 他有的只是以弗兰克的身体健康 为最高优先级的程序设定 继续计划下一个目标 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保护你呀 机器人无法明白弗兰克的心意 这也让弗兰克终于从虚拟的温情中清醒了过来 他在机器人面前坐下 问我该怎么做 随后在机器人的指导下 摁下了机器人背后的格式化按钮 之后弗兰克听从儿子的话 住进了疗养院 家人们时常来看望他 而他也愿意和家人们坐在一起 微笑着吃下花椰菜 当家人离去 他和家人们拥抱告别 而到了儿子这儿 他却换成了握手 顺便将一张纸条递给了儿子 去看看机器人种的西红柿 大概他是把那些没找到的珠宝 藏在了那里吧 弗兰克独自回屋 猛然看到一个老人后面 跟着一个机器人 可机器人却没有理会他 静止离开了 同时后面又走过了一个机器人 弗兰克回过神来 回屋了 电影结束 机器人与弗兰克是2012年的电影 相信很多人 包括我 一开始都没看懂电影的主题 错以为这只是一部普普通通的温情片 其实这部电影描述了 未来我们与机器人之间极有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关系 那就是感情依赖关系 机器人的工作是为人类服务 他们的程序设定要求他们 以人类为中心 一切为了人类着想 而他们的这种无私的奉献行为 会让人类渴望被爱的内心得到满足 从而相应地对机器人付出同样的感情 陷入一种虚假的温情之中 这种温情看上去很美好 但却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而已 时间久了 这种温情甚至会影响人类的正常社交 试想如果弗兰克被机器人的无限包容惯坏了 那他又怎么会静得下心来 和不那么包容他的儿女交流呢 弗兰克最终从这种完美的虚假温情中醒了过来 投入到了虽然不完美 但是真实的家庭温情之中 虽然偶尔看到同型号的机器人 还会有所怀念 但是他恐怕永远都不会再买相同的机器人 我是麦里素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关注 或者去我的微博微信看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